这次台大就业博览会 多达383个就业摊位 285间企业进驻 市出2万个职缺 很多企业目前可能有 财源减薪甚至优退的情况 可能一些比较高薪的老人离开之后 势必要有一些心血的补充 所以看起来虽然好像不景气 但是其实校园增采的情况 跟职缺数其实是往上成长的 除了职缺大量市出 不少企业更祭出百万年薪招募新兵 做事毕业的话 我们提过4万8到5万2的月薪 如果是博士呢 5万8到6万2的月薪 所以来到鸿海 有机会挑战百万年薪 根据调查台大生毕业 起薪薪水比一般私立大学生 会多约2000元 虽然说学历不等同资力 但企业也坦言 台大光环多少对求职 还是有影响 董新闻综合报导 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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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